卡士爐上煮著火鍋 等食材熟了之後就能大塊朵一 但等一等這隻是什麼 怎麼會有小翔爬在卡士爐上 那整鍋還能吃嗎 原本還在猶豫要不要吃 卻發現小翔不止一隻 一開始是先看到一隻 小翔還好 但是後面從慢慢的從卡士爐看到 然後又 再來就是碗 然後如果要被打破 就真的感覺就是很餓 台南有民眾跟朋友去火鍋店慶功 一群分兩邊做 另外那是個人的小火鍋 一個人一個卡士爐 小翔卻冒出來好幾隻 真的不敢吃了 截惑民眾反映之後 業者道歉標示會加強消毒 餐廳有張狼還布局這一家 台中北區也有一間火鍋店被消費者反映在餐具櫃上有小翔 業者解釋是附近的水溝進行噴藥消毒導致有小翔跑進來 截惑反映之後已經全面消毒 用餐食材的保存來源以及用餐區作業區都很重要 食安處經激查之後發現餐廳的廚房天花板部分發霉 抽油煙機有油污等不符合規定的項目要求限期改善 畢竟食安問題連環報就怕有餐廳又出包 TVBS新聞台南台中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